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由于灰灰已经一岁三个月了 毛发渐渐稀疏 加上香线的鱼 有两个黑点应该是色素沉淀 特别带她来给医生检查 她很淡定安静地趴着睡觉 两个地方 可是是在香线的部分 然后一方面就是 我在想说她那个毛是被我剪坏还是什么 我怎么觉得她毛越来越少 所以今天要看两个地方 就是看她这个这两个地方 香线黑黑两点 是OK吗 OK啊 活力都正常 她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 还是会大便很臭 前阵子又有点拉稀 可是现在又干干的 大出来是一粒一粒 请问你说的是这个吗 对对 这很正常啊 她以前不是这样吗 她以前没有那两个黑点 可是在香线的位置这样 我会说是正常的 这里本来就会可能会有点像大的质那样 因为之前真的没有出现 所以我才特别抓来看 你觉得这是问题啊 那毛发勒是不是有 她没那么年轻啊 是哦 所以毛可能稍微比较稀疏一点都合理啦 所以过了一岁都不算年轻的啊 四五十岁吧 就不算年轻了 这么快啊 四五十岁不算年轻啊 有 你看哦 这是狗猫的表 在七岁四十五岁 这里花一条线是说要要注意啦 哦 嘿 老没有很老 可是不年轻 哦 就没办法跟二三十岁时候 抓他去比 哦 哦 所以他这样一切都正常就对了 那就好吧 以我现在这样看 这个毛你看这样翻开 比较会看到皮肤有没有 但是毛都有 只是比较稀疏而已 嗯 我觉得这个是还好的 哦 嗯 那牙齿顺便看 来 好的 有没有 嗯 然后 度度 单单摸完一下 今天是刚好没塞什么东西 一百四十四克是还蛮 嗯 实在的重量 嗯 目前这样摸也还好 嗯 好 我觉得装在还不错啦 哦 在在大 比如说一岁半以上 就真的比较老 有时候就开始 变瘦掉体重 不过目前这样看的还好 嗯 嗯 好 嗯 你看到这个我不觉得是问题 嗯 嗯 嗯 今天就是 这里 这种细脂肪这样的 这种都是 细脂肪 细脂肪 细脂肪那样小黑点 哦 这都可能以前没有 但是慢慢出现 都可能 正常 细脂肪 所以不管什么颜色的黄金属 都会有 小黑点 很斑那种概念啊 不是哦 这里啊 看到 嗯 老人般 嗯 越老越多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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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by索兰娅